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差不多后书第六章 第九节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却是有的 似乎受责罚 却是不自丧命的 似乎优秀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许多人附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所以如果以这个观点 我相信大家就明白 为何石安就将会成为别人的榜样 其实被提的标准就是这样 被提的标准基本上就是 可以说是信心当中 宜山信心那种吸数才可以被提 其实 所以不是普遍教会界 他们自己在传统上所说 你信了就被提的了 一律是辛苦的 正如我所说 如果这样神神会花太多蝙蝠 去说关于一个婚礼 并且有很多地方 他说了关于身负 他有的特质 在信仰上 他们怎样用一生去预备自己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眼中 是全然美丽的 并且他的技能 他有的特性 是跟主耶稣基督不是那么大参差的 现在你明白吗 我现在就是说天国不是很大参差的 但是现在你就知道了 主耶稣不会跟一个很大参差的动物去结婚 等于现实生活来说 不会有一个正常人 是跟一条蜈蚣去结婚 不会的 不会有一个正常人 是跟一棵树去结婚 都是生物之黑蛋的问题 太参差了 你知道吗 但问题辛苦 其实在他的性格机能 神能和神性上 是跟主耶稣来说 是不是那么大参差的 这个就是辛苦 明白吗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不信的 想着做辛苦 那些又犯奸淫 又同性戀的 我说自己是神父 那接着就是辛苦 被提到之后 你知不知道多瘋 那些人 那些简直是疯狂的 很重要 但是如果这样 如果这些是可以 那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写新药圣经 是吧 即是直成 四福音都不用写 其他书卷都不用写 总之主耶稣来了 那你叫一声 主耶稣是救主 那就足够了 不用搞那么多事情 然后被你去否定 不用这样 如果改用就可以 但不是 圣经里面 根本一直给我们知道 他那种的伟大 那种的震撼 只不过他的伟大震撼 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直接不懂得用他的脑 去理解 他不尝试 真的尝试理解圣经 所说的天国是什么 不尝试理解 究竟为何神要求 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生命 也不尝试理解圣经里面 解释关于天国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些要求 和有这些特性 所以现在你明白 加以太书 为什么会讲一段 这么详细的经文呢 现在我读出来 你就会明白 里面所说的是什么 所以加以太书 第五章 第十六节 我相信读出来 你就会发觉 和今时今日的教会 简直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时今日的教会 这并不是里面所说的 这并不是今时今日的 绝大部分的天主教 或者基督教 简太书第五章 第十六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 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然易见 就如奸淫 污蔚 邪当 拜偶像 邪述 仇恨 仇恨 增径 既恨 老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质道 醉酒 芳宴 等累 我从前高宿你们 现在有高宿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觉 现在你见见 这里讲的是什么 不是讲上天堂 那么简单 就是讲神的觉 原来神的觉 首先你要承受他 然后怎么样 然后你就发展在里面 活着的机能 对吧 现在你会看到 这些标准 根本今时的教会 都接受了 起码打过五折 很多时候 那些教会 第二十二折 他跟着讲了 圣灵所寄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 仁爱恩慈良事 尊实 温柔之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的人 就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你见见 这个就清楚说 让我们知道圣灵来到 我们有生命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或者很多人都会奇怪 以为 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些便宜的东西 使我们过去生活 或者是过得好些 生活 有些人静地想 就算说真的 我回到灵恩 很多时候灵恩 看回圣灵充满 都是从利益 做出发点的 有什么好处 说方言 这个就是第一次 他们 一说圣灵充满的时候 就会以这件事 做跨税 你就知道 丁硬了 这些人 说到最后 他们都不是 以天上的事为念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圣经常说 我们要以天上的事为念 现在你就明白了 因为原来 我们 没错 我们有一世活在这个世界 但我们有永生活在上面 究竟你预备好些什么 上去呢 你不可能可以寄到 这些美金 港币上去 但你可以寄到 天国的货币上去 你可以现在所做的一件事 可以很多 放在属灵里面的 所有的机能 都可以带上去 但问题里面带上去 你放在你内心当中 你千万不要想着 只是关于属天的机能 你包括属天的财富 都是用你的心 去带上去 你知不知道 用你的心 所以在地上的禁食 你在地上的杀种 你在地上所立的十分一 全部都是由什么带上去 是你的心带上去 因为你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里面发出的 你在永恒里面 是由你的心田 去将所有这些的祝福 和属灵里面的机能 带上去天上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每一天都以天上的事为念 所以我很恭喜你 你能够有机会 认识整个教会 是一间神 是将他的心意 有幸我们能够 分享出来的教会 你今天能够在这间教会当中 受训练 事奉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世上有多少人 到现在都未能够作出这个选择 可以来我们这间教会去学习 但问题很快 这个门就关上了 当我们被提的时候 甚至会让我这间教会 成为一个榜样 按住旧约里面说 始终会有一天 始终会被提的那一天 始终会在世界结束那一天 分辉必出于石岸 而实际上很多人都会从石岸身上 去学了一个历代历世以来 都没有办法有简单答案的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 如何才可以被提 现在我相信当你听完之后 你会发觉 很多人神不让他被提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如果不是他上去 可能是一堆死肉 他又不看到东西 又不听到东西 又不说到东西 老人不会明白天上的事 甚至不会感觉到东西 你想想那些东西是什么 所以其实在被提之前 神是给了一个最后机会 让很多人 是为了永生的路径 去投资他们的人生 就算那段时间只是1260日 但问题就是 他们愿意在这个世上 成为世上的光的话 其实他们都可以发展 很少量的因子 千万不要想着 他们到时是无疑人 很伟大 因为到时他们都不用用信心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告诉你 弟兄姊妹 在过去30年 我们未见到这些东西 而用信心走到今天 你知不知道 是用信心走到今天 所以当被提的时候 他们一见到这些 他们根本都不用用信心 多么容易拼命 就算很计较利益的人 到时都懂得临急好佛脚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走这30年 是真的要不计较利益 在这30年 还未知道这些奥秘和答案之前 甚至都未知道 原来神是 是选择了我们教会之前 我们已经愿意付出 这些努力 付出的这些投资 在属灵里面 才在神眼中是珍贵 所以你会见到 譬如我们教会的策略家 和很多这些 翻了很多年当中 都很老了 差不多 就算死也都要 在神面前 尽忠的人 你会发觉 那些才是最宝贵 由头到尾 最重要的是 要记住 最重要 最珍惜的是 神希望我们 由开始至终结 直到没有一天的失望 没有一天的轻然放弃 每一天都在神面前奔跑 因为实际上 这条天路是值得的 在掌赏台前 就会将我们现在 在今生里面所经历 所建立 所拥有的 不单止是掌赏 并且是我们身上有的 机能 条件 和各样的恩赐 会加给我们 《科目的后书》第六章 第九节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 却是不自丧命的 似乎优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 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各样都有的 今依靠上帝 每日也振奋 不怕 路痕灰暗 我深信上帝 尚指引 将真意奉献最兴奋 期望奉上赤心 愿神猜献我 神恩告我 全人都恩 帮回主言诗 奋献 只怕是分更认真 无论有多少变清 保守起错外念 持定信心 帮回主言诗 奋献 永恒路上快跑永不见 到最后 梦掌上 我仍是站稳 不许多人 将一生 全幸福 如是都缺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